10月1号到10月2号 在卓西国小特别举办了 我们的家族在哪里 家族系谱分享展示会 分享了近半年 在中正 卓乐 以及伦天三个部落的家族族人 共同制作的家族系谱 有族人看到很感动 也期盼制作族谱的工作比较间断 继续能够找到自己的根 墙壁上密密麻麻的文字 仔细一看都是姓名 原来这是卓西乡 中正 南南比马 卓乐 伊斯塔西巴 伦天 丙吉乱 三大家族的家族系谱 由花莲县文化局委托国立台东大学南岛文化中心 所办理的花莲县布农日志户籍资料组的整理跟研究计划 10月1 2号办理族谱分享展示会 我们就会开始解读这些资料 然后解读完资料之后 我们就画成那个手绘的戏谱 那也会把它数位化 把它文字化 然后去校对这些文字 然后与此同时 我们的助理还有我们老师 也会去访谈各个家族 然后跟他们确认 通常在确认族谱的时候 长辈都会分享故事 然后我们就一并把它记录下来 来参加展示会的族人看着自己的名字就在族谱上面表示感动 也很荣幸自己可以参与这项计划 期盼计划能够持续下去 这个是民国一年 这个是民钱 所以有些资料藏不到 我没有看不懂 那他是兄弟 我觉得好胖 基本是知道 只是说资料 没有画法 我是希望说文化局 与严明会跟县政府的 能辅助我们这些经历 来进行这个调查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不只是认识过去的迁徙 或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而是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是 我们在这个家属里面扮演的角色 或是我们对于上下的角色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邀请各家属的年轻人 可以继续参与这件事情 因为未来我们还是 我们也会老我们还是会有下一代 但是谁要继续延续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项计划是从2021年9月份开始进行 与三大家族的年轻人共同来做 并也取得每一位族人同意 才将这项手绘版的族谱展示出来 文化局表示 户籍中的日志实习也是计划的重要核心 了解这批日志时代的历史 学习理解族人的文化智慧 亲属关系 以及社会道德与社会道德规范 记者高双双主席向采访报道